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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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間這樣的苗屋 小屋 很久以前那些鴨從元朗回來 就一直趕走那些鴨 就趕走進來在這裡加養 這些洞就是讓那個小屋不要太熱 這裡前面就是屠宰那些鴨的地方 就蹲在這裡就在這裡拔鴨霧 洗鵝腸、洗鵝腎 那時候這裡也是很多民居 以前我們燒松香的時候 湯鵝拔大毛 之後要拔毛仔, 要燒松香 松香也影響到別人 現在香港政府不准的了 那時候我舅舅拿著桶 吹鴨, 吹大, 讓牠肯吃 讓我的鴨大一點 那我就幫忙拔鴨 做鴨紅、裸鵝雜 全部我都會做的 現在這裡變化都很大 大到不得了 現在越來越少地方可以養鵨 這裡又說要做高鐵 鴨牆最重要是有水 水完美, 那些鵨就生得美 豪華那些鵝脖毛士起 牠不是很精神嗎 脖子比賽直不足 是 在屋子裡自養、家養鴨 我們就叫農場幫我們把鵝家養 在1986年至1987年左右 我們就全線賣鵝,不賣鴨 這裡三十多天養鵝 獎牌四十多天 將近九十天,九十天左右 一天吃多少? 一斤 什麼?一斤嗎? 是 鵝腫清免黑針鵝 清免的治療 肉汁清甜一點 比較長肉 我們這裡的牆 基本上都是有二萌鵝在這裡勇敢的 鵝頭的雞大一點 還有突出一點 那些是鵝鵝 肉質比較粗 但是有咬口 香濃一點 鵝腩的肉質比較滑 但是肉味沒那麼濃郁 這個規模大很多 那時候最初家庭式 我爸爸媽媽做 就一天都是賣十多隻鵝 現在一天都是賣百多二百隻鵝 現在一天都是賣百多二百隻鵝 即是叫做成功了 深井這個地方 在以往都是一個小小的小商業區 一直到我爸爸很努力地去鑽研了食品 而令到這個地區一直提升 而當時人家都說 我來深井吃燒鵝 我就在珍力啤喝啤酒 是一個很好的配搭 在一九八幾年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節目之一 到他去啤酒廠搬走了 我們深井御記燒鵝 一直一直都這樣鞏固下去 成長上去 深井是越來越多人的認識 我們亦都很勇敢跨口 是因為有御記 善雲經輪魂業展 景城錦秀慧逃場 這幅畫和這個對戀 就是在我爸爸媽媽過世之後 在美國領事館 有一位領事先生送給我們 他很欣賞我爸爸媽媽的 一個黑虎內龍 亦都見到我們的小朋友 每個人都很願意幫忙做事 重開的時間 我們就把這幅角畫和這個對戀 放在這個大廳那裡 就用來給我們一個警惕 一個鼓勵 兩位 陳泰多少位 十七樓 十七 有個食客 在我們店舖吃了二十多年 他有一天就來吃飯 他就說 你現在的燒鵝 讓我吃回你爸爸媽媽以前的幾年 我在那時候聽說 我很開心 起碼有人給我們肯定 一來到深井就是燒鵝 我們下星期又來吃 下星期又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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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年尾 九五年 這幾年 其實真的要很大的勇氣 毅力 去接受別人的批評 去接受別人的喜樂 雖然是很多舊伙計 帶人來也會看看 你這群小朋友 究竟是否這麼齊心 是否可以拱固這間舖 是否可以拱固 我們這麼多年 認為是燒鵝最好吃的地方 餓頭頸 我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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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吃 我去吃 我來吃 一家人吃飯 變成這個頭盤 每樣都有 這是你的姐姐的心願 很開心 我來看見 我會驕傲 看到別人曾經發展得很好 但又撒下生意 原來自己 原來不是這麼大的改變 而繼續維持得 原來有這樣的效果 是一個很驕傲的事 最主要就是團結 我相信 要團結當然是有一個媒介 這間預記就是我們的媒介 有人會公私分明 我們在這裡可以公私不分 就是一個很大的家 我都說我這輩子 三個女人最愛 我媽媽,我老婆,我姐姐 我們五兄弟姐妹 大家都是這麼齊心 也沒有有私心 或者有太大的爭拗 今天是我們預記的家族 一年一度大聚會 每一年我都在這裡等著 今天見了全部人 你記不記得這個賽牌 是一九七幾年 那時候我們有些外國人客 說要看我們的賽牌 我根本就沒有英文蓋 後來我就說 阿嫂,你設計賽牌 我就叫你中英對照 寫給別人 那時候都很簡單 寫得很少菜 現在不是 現在我們都是中英 那時候都很多菜 其實我們都很前 都很先進 明年回來的時候 明年回來的時候 你們自己叫菜 我不幫你們 你們發反 未來這五至十年 就要觀察一下第三代 究竟他們想怎樣 他們如果願意去接納 承擔這一盤生意 絕對是很大的壓力 比我當時爸爸媽媽 過身的壓力更加大 有些英文的 這些也有 又是說我們店舖的 中文那些你就不會看 始終有感情 不過經常都聽爸爸媽媽 或者一些家人說 這裡有感情也好 不應該要是一個情意結 那我現在有興趣 但我那種興趣 能否帶動我可以繼續做 做得好呢 那是另一回事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結束了它 不代表是一件不好的事 當然 如果是可以維持到的文化 好像日本人的飲食 有一間店舖是百多年 或者歐洲 很多賣飲食的店舖 都是百多二百年 它都是一個傳一個 一代傳一代 但如果我們的第三代 是傳不傳的 而有他們另外的生活 不要緊 不要緊 千萬不要 要令到下一代 背負這個包袱 勞動辛勞的辛苦 有 但內心的願 沒有 是絕對願意接受新勞 不會願 對得住父母 對得住下一代 對得住自己人生 對得住 真的對得住 將來老的時候說 也無悔 沒有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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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